郭台銘現在的策略到底如何 用那種所謂的威逼或是利誘的方式嗎 但是現在看起來 包括柯文哲 還有國民黨侯議員方面 都沒有給什麼好話 包括柯文哲說 你每天講的都不一樣 王金銘說 郭現在講的話不要當真 然後李乾隆說 你出爾反爾不會有好結果 再來柯文哲也說 不能辜負黨員期望郭柯貝 他說不可能 那郭台銘就說 柯要選到底 而且也會贏的話 那就選到底 不會逼他 事實物者為俊傑 這句話到底透露出 郭台銘現在的心境 跟柯文哲 還有國民黨侯議員之間 到底什麼樣的關係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這個 不管是國民黨或民眾黨 都在幹嘛 都在逼郭台銘先底牌 先底牌 因為郭台銘現在 留給他時間越來越少 9月18就要連署了 今天8月21 你9月18連署的時候 你上面總統副總統 是要寫上去的 你不只要自己的名字寫上去 你連副手名字都要寫上去 而且你副手名字寫上去 你的動員能量就要 探在陽光下面 讓大家知道 你有沒有動員能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不管是柯文哲 或侯友 就在冷眼看郭台銘 把底牌掀出來 掀出來有沒有底牌 你連署能連署多少 如果能夠連署50萬以上 大家再坐下來談 你如果連署不到50萬的話 拍謝啦 你就直接被淘汰 所以你看現在國民黨跟民眾黨 對於郭台銘來說 都是叫做敬而遠之 我不會罵你 可是我沒有想跟你接近 敬而遠之 跟鬼神一樣 好這第一個 大家看懂國民黨跟民眾黨 對待郭台銘的態度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回到郭台銘的心境 郭台銘的心境 就亂掉了 因為現在變成說 他以為他透過強勢的 不管是張榮衛 或南部的肇事 可以逼大家來整合嘛 就沒有人要理嘛 就沒有人要理的狀況之下 郭台銘罵人了嘛 再也兩黨都把我當敵人 不敢打賴清德 打我這個無黨無派的人 還校正說要公開辯論嘛 不是你急了嘛 你到底在整合過程中 你要強勢還是身段軟 看起來一開始是身段軟 可是整合失敗後又變強勢 就讓人家覺得外強中肝嘛 對不對 而且更遑論 難道民眾黨跟國民黨 沒有打賴清德嗎 有嘛 前瞻什麼都有在打啦 亂打一通啦 亂打一通他就有打嘛 賴清德為什麼要辭職 還是有亂打嘛 郭台銘講的不是事實嘛 所以郭台銘顯然就亂了 因為美利島這個民調 郭台銘也一定有內參嘛 美利島電子貿易民調 有幾個趨勢嘛 賴清德正在突破天花板 我講西卡都也在突破天花板囉 這是西卡都喔 賴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 郭台銘喔 賴清德也是37.0喔 也在往上喔 侯柯一樣死亡交叉喔 侯友宜也在往上喔 19.5喔 柯18.1喔 而郭台銘正在緩步下降 12.3嘛 低檔徘徊耶 對啊 他低檔徘徊嘛 他不只是低檔徘徊 他在高檔的時候 有將近15 現在勝12嘛 也就他搞了半天 聲勢沒有起來 聲勢沒有起來嘛 那為什麼沒有起來 貝多利分 就這四個字 什麼叫貝多利分 我記得喔 在一個月前 我有公開建議 郭台銘想要一錘定義 很簡單 把所有挺他 挺他的這個地方派系喔 全部大集結 凱到肇事有沒有講 半個十萬人 把柯仁靠倒 你只要到這個警服門 弄個十字架 柯仁靠馬上舉手投降 我那時候公開建議嘛 就郭台銘不是這樣做 郭台銘什麼 喔這個屏東辦一場 彰化辦一場 然後最近的這個這個 前天基隆 基隆辦一場 然後現在這個這個 台南台南也辦一場 東辦一場 西辦一場 東辦一場 西辦一場 貝多利分吧 你居然每一場五六千人 你辦十萬人 五六萬人 你為什麼不把 蘇智遠集結 在凱道道是 拜個大的 對不對 你現在是大家 觀眾朋友你知道 前天有在基隆辦嗎 你知道昨天在台南辦嗎 不要說觀眾朋友不知道 連我都不怎麼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東一個一兩千人 西一個一兩千人 沒有感覺嗎 那跟有沒有宣布參選 有沒有關係 對 他就是也是舉足不定嗎 如果他就是宣布參選 凱道 大造勢 十萬人 那氣勢是不是不一樣 讓全民知道 明確知道 郭台銘你要選了 現在有沒有選 他搞不清楚 所以現在萊英的人 不耐煩了嘛 都覺得說 你怎麼政治方唐靖 我要選 我又不選 我要選 就跳來跳去嘛 所以現在郭台銘的 很大的問題嘛 一時間不站在他那邊 二 他的支持者覺得他厭煩了 三 他在處理他的這個 所謂動員能量的時候 被多立分 這邊放個炮 那邊放個炮 能量會消散嗎 對 熱情會消散嗎 韓國瑜最頂盛的時候 也辦四場而已啊 郭台銘現在辦幾場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對郭台銘來說 我覺得 完全時間不站在他那邊 他如果在9月18日連署 沒辦法把握的話 抱歉 泡沫化 這過了